分享自己的儿时玩具 现阶段聚焦涉服政见的陈时中 畅谈育儿政策 但入境对手黄珊珊 下站铁要想选市长的人 每周都来辩论 陈时中似乎兴趣缺缺 他们对预算的掌握 是比我还更清楚 现在连这样都讲不出来 是要聊在辩论 把它修理还是怎样 我每周都固定会公布 我对于台北市政的政策 一个是表明不想被教训 一个是说自己都有定期公布政见 但看着台北市长柯文哲眼中 就是在不左右而言他 我会觉得他们就是 在政策上面变不远 一定变不够的 你觉得政策就是往下的散散 不是啊 至少他准备三年了 可能要看大家自己的意愿 我们都尊重了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 既然有政见就希望大家用辩论的方式 不要浪费社会成本 在辩论会的时候 他的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辩论会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他有一个交叉结问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候选人都会在这一块 去进行强烈的一个攻防 陈时中跟蒋万恩 不愿意跟黄山去辩论的话 那黄山就会聚于上风 黄山就会说 你看啊 你们对市政不熟嘛 虽然该有的公办政策说明不会少 但辩论会终究性质不一样 例如像称以市政优先的西北市长 侯友宜登记参选时 就一并勾选要辩论 在四年前的时候 我也是透过公开辩论的方式 跟市院长进行过辩论会 那今年我自然不例外 可以看出啊 侯市长是聚战 他没有改变的勇气 甚至他呈现的是改变的勇气 继续翻旧账 要直到你确定接受 辩论为止 TVBS新闻综合报导